圣结石案例 是从我在高中的时候 当时就开始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我想学医 为什么呢 当时我是 当时最要好的一个主人 她的母亲就在我们面前 就是当时是轻微的重工 在我们面前倒下去 但是我们确实 我们的亲人 我们这些朋友 这些身体上的症状 我们确实束手无策 那么确实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有幸 非常的感慰 在去年的12月29号 就是在我们这个教室 我们是原始点 从今天刚刚到的第一期 我们是一期的学员 所以学到第五天的时候 因为当时要回到家里面 然后我们第一次的课程 是六天的课 所以第五天就提前一天 我们就离开了这个课堂 当时也是跟大家一样 学了两天的理论课程 三天的手法课程 对于手法的操作 基本上有一个了解 就在火车上面 我们刚刚离开北京不久 当时是在夜里面 大概九点多 我们住的是卧铺 那么火车上面呢 当时就是有一个人在 他叫乘务员 他说他摄影机时 成的非常的厉害 他说他自己形容说 成的昏天暗地 说能不能在火车上 就找一个有没有医师 所以我们就这个方面的乘务员 然后如果实在不行 他就想可以到天津 要马上去下火车 然后去急诊 那么乘务员当时也是 就是说可能连事找不到 那么后来呢 我就想 因为张医师在讲课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方面的一些案例 也有讲到相互 那次的处理方法 我们经过五天的学习 在概念上也有一定的概念 因为圣洁石大概在这一块 那么找相应的原识点呢 那么前面的找后面 然后大概就是在肌肉的两侧 应该会有痛点 所以我就过去 过去帮他处理 因为我们前面的交友一下 他对我也是比较信任 他就说叫我小师傅 然后我当时就说 背影一个老师 然后学了一点手艺 我帮他处理一下 看一看 试一试 然后我就帮他处理 当时很快 就在背后这里 找到了他的处理 但是就特别的痛 当时因为 学到第五天 手法还非常的粗糙 还很笨 但是也仅仅用了三分钟 他说感情很舒服 整个非常疼痛 难以忍受的状况 就缓解下来 那么我们又了解到 所有这些重大的疾病 都是因为寒性的体质 所导致的 所以当时我太太又 用一个塑料水杯 去合着里面 接着开水 是曾用毛巾给他包一包 把他直接就剥下来 除了让这领巾 进一步的剥下来 他觉得很舒服 那么这是到九点多 我们前后也就是 说明了五六分钟 这样让他稳定下来 那么我们在临睡觉之前 大概十一点多 十二点之前 我也给他处理了一次 这样他整个晚上 他就可以这样度过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我们是在徐州下火车 他对我还是非常的感谢 我们也把张医生的网站 这些学习的信息告诉他 让他进一步的 可以自己学习 所以我们确实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们感恩到时候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们趁热把握好 这几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 我们把这一套东西 能够进入学道手带回去 带给我们的家人 谢谢大家